我的名字叫Rita,是YSTA的同事,負責Surface Adoption 今天都有些新的朋友和舊的朋友 很歡迎你們抽時間來參加這個Training 我們今天是第三課 主要是針對Teams的Training 今天會有更多一些提供的功能和提供給各位 因為有些新的朋友可能都很好奇 為什麼我們YSTA會選擇這類Training 其實我們本身公司是做Cloud Solutions 近幾年已經做了很多這類的Solutions 我們都已經連續兩年 就拿了Microsoft最佳的Cloud Reseller獎項 而且在很多不同的範疇 我們都是Microsoft最高級的金牌Partner 那這個成績當然就很感謝我們的同事 以及我們的討論員的努力 也很感謝我們客戶的支持 所以為了回饋我們的客戶 我們就從8月開始到12月底 我們每兩星期都會組織一場Training 就會教一些朋友 怎樣可以使用O365這個產品呢 因為我們深信 你買了一個產品 如果不懂得用的話 其實都很浪費 而且產品真的可以幫助我們日常的運作 還有一些小提供 可以令我們的時間可以省很多 那怎樣才可以去拿到我們的Training的資料呢 我也很歡迎各位可以加上我們的SNS Facebook和Linkedin 我們都會把我們的Training的訊息 另外當然你們會收到我們的EDM 還有我也希望你們可以訂購我們的網站 eastag.com.hk 裡面有一個活動和活動 我們會把我們的Future 所有的Training information 我們都第一時間在上面公佈 那你們可以看看 你們對於哪些Training有興趣 可以去參加 那大家記住 這樣要留到最後 是因為我們會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那就是頭十位 參加我們的Future 填好我們Future 我們就會有Coffee QPort 是的 還有我們今天都特別小小 我們都會有一個抽獎的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留到最後 那因為有抽獎 所以我猜我們現在就留一留意一個 的Future 裡面的數字 你等我轉一轉畫面先 你等我轉一轉畫面先 那麼我們再資格 那我們去到最後的Future 數字是78 那我們is institu79 knapp 到79 我們就由79 也繼續在Microsoft Team的產品 Microsoft Team的產品 其實在O36都是一個主打的產品 它和其他產品不同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平台的 客人可以去到這個Team application 裡面 就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服務和資訊 還有它們都是訂閱的服務 所以跟以前的產品不同的地方 它們的更新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其實都很密切的 每個月都有新的產品 每三個月、每三個月、每半年、每九個月、每一年 都有更大的產品的轉動 而Teams來說 它最主要是提供了三個大範疇的服務 Benefit 第一個就是可以做到check and collaboration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replace WhatsApp 令到公司是可以保持一個大家同時用check的習慣 但是又可以保持到公司的資料 第二件事當然就是做一些online meeting 第三件事就是可以做到一些 它是based on PowerApps的platform 那你就可以based on PowerApps的technology 可以做到一些其他的Apps的development 或者是workflow、automation 那這個是一個你開了Teams的application 你看到的一個畫面 那你會看到每一個underTeams裡面 前面有個公仔的那個就是Teams 那underTeams就會有不同的channel 每一個channel就會有一些tap 那我們就會去看看 因為講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很多一些朋友都會覺得很混淆 其實是甚麼來的channel 那我開了一個teams 就已經有個general了 那我就在那裡聊天 那為什麼我還要建立這麼多不同的channel 那我現在就會再react 我們第一堂channel裡面的idea 給你們一點點規劃 那under一個O365Talent 那其實有間同事可以create不同的teams 其實Teams最主要的類型就是三種的teams organization-wise的teams 公眾open不需要approved的publet的teams 一些private要受到邀請的private的teams 那這些teams的詳情的話 其實都可以refer到我們第一堂的channel資料 那而每一個teams 最多就可以支援到一萬個members 那其實這個已經加了 雅灣兩三個月前 其實每一個teams 只有一萬五千個user 那它可以是支持一百個owner的 而每一個user可以加入二百五十個teams 那如under每一個teams 那它就有不同的channel 有可以給所有members 都可以看到的standard channel 也都可以只是給受邀請的members 才看到的private channel 那其實這些channel的話 你可以簡單來說 你當它是一些靠inbox 那這個inbox裡面不單止是 那些network drive裡面的一些folder 其實它是多層次的 它可以在這個inbox裡面 你可以去聊天 可以做一些check communications 你可以去放些file 你可以把一些power BI 一些BI的report放上去 你可以把一些website YouTube 或者applications 放在那裡 使用者去這個channel裡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不同類型的資料 他們都可以在那裡拿到的 就不需要說 這個地方我會覆蓋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覆蓋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覆蓋一些東西 這個地方放一些東西 突然之間 我要去找這個topic的資料的時候 我要到處去找 那其實最主要是可以省了很多時間 那和資料更加集中 那就是一個例子 其實如果我當一間小公司 一間公司的話 其實它可以建立一個team出來 然後每一個channel 就是不同的department 而不同的department 都可以把它設定做一些private channel 例如 只是finance同時才能看到的finance的channel 只是HR同時才能看到的HR的channel 原來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sales channel 和general channel 而我可以針對每一個不同的department 然後我自己再建立一個team出來的 例如我建立一個HR的team 裡面我分了一些我開的event的channel 就專門說一些我們會搞什麼event的事情 我可以是關於recruitment的 我可以建立一個recruitment的channel 兩種種的 不同的形式 你們都可以因應你們的需要 用來去建立的 而當你們大家都有用開這個channel的時候 其實你們要去一個channel裡面 然後去file 然後到時候你會看到有一個選項 是可以讓你叫open in SharePoint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sharepoint的website 在這裡 那很多人就會問 咦 這是什麼來的 那為什麼有sharepoint 有teams 其實很多的terms 其實做什麼呢 其實在O35裡面 其實最主要有兩大山脈 是去存資料的 一個就是one drive for business 就是for user personal information 完全的資料怎麼去share 怎樣去分享呢 就是由個user自己主導的 而其他teams和sharepoint裡面的資料 teams的資料 所以其實每一個teams 你建出來的 其實都是一個sharepoint的teamsite 那麼 是sharepoint的teamsite的話 都是一些sharepoint的benefit 例如checkout 一些alert 那其實呢 同樣的benefit 你都可以拿到 那只不過是個 介面不同的 然後呢 剛才說了 在teams來說 最主要有三個功能 可以做到一些 meeting and calling check and collaboration 和af3 那現在呢 就會針對 meeting 有什麼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那大家都記得 我們其實第一次 第一場的training 其實是8月初的 那現在都只不過是9月而已 那其實呢 現在teams 都已經有很多新的features 那有什麼新的features 就是現在這裡 你看到的幾個 第一樣東西 如果我們全部 是做一個視像會議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那個 格數呢 以前只有4格而已 那現在呢 就去到9格的 另外 我們還會有一個 大一點的格數 我們可以去到49格 7749 還有另外還有一個 叫together mode 第三個 第三幅圖的information 另外它還會有一個 叫做focus mode 和一個end meeting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就會 我們可以走下去 細節地看看 其實究竟是什麼 那第二樣東西 新的experience 其實是怎樣的呢 好像現在 我就參加了一個議會 如果你們現在看到 畫面跟我現在的畫面一樣的話 其實你們是在用舊版本的 那新的版本呢 这个样子是不同的 你会看到以前的旧摆本 按Share 其实那个training的框是框住了整个Teams 我不可以只把那个meeting拆出来 然后去看其他Teams或者做其他东西 所以这件事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我要做一个新的经验怎么做呢 就去到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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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叫Turn on Team Experience的选项 然后就关掉整个Teams的应用 记住要在团队里面连Apps也关掉 然后再开一次Teams 现在已经重新开始了Teams 同样再加入一次的议会 我就选择了在MeetNow那里 很简单就这样去加入 然后就是同样去选择我开什么攝影响 开什么咪然后就加入Meeting 然后你就发现有点不同的了 然后你就发现有点不同的了 你看到平时是会在这个Meeting下面 有个Bar的有个人仔和一只手仔 这些这样的Bar全部走在上面那里 就会和那个Meeting的画面分割了 还有本身这个Meeting的画面 都可以独立出来的 就像现在这样 我利用Windows 10 一个Screen device的功能 我就可以把我平时可能要看的Web Page 然后这个Tronic Information 就省了一半 大家一半半来看 如果我有External Monitor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Meeting 扔到另外一个Monitor那里 就去Show 另外一边我就可以做事了 相对来说就会方便很多 还有你有时都会是 现在就会看到一些人 如果我这个Meeting 我想拿回一个Attendency List的话 你就按那个Participant 然后就去3点More option那里 就可以下载到Attendency List 是的 还有当我们完成了Meeting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去选Leave 或者你旁边还有一个战序 你一选下去 为什么叫End Meeting 这个功能 其实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就是说 如果我只用Leave的话 这个会还有人的话 其实这个会是不会 关闭的 那你继续可以在这里说话 但是如果我选了End Meeting的话 我就会踢走所有人 那就真的可以是 将你的Meeting close 为什么会有这个功能呢 因为 其实你知道现在 疫情的关系 很多一些老师 都是拿着Teams 用来做training 一班课上完 老师就走了 那他就不想 继续同学和儿子在那里聊天 所以如果老师 是离开了 或者Organizer 什么人 他离开了的话 那他就会把这个Meeting 强行结束了 然后所有人 都会是不可以在这个Meeting里面再聊天 所以呢 这个你要留意 如果你就这样按这个Leave的话 其实这个会是继续还在运作的 直到所有人都离开了 那如果你是一按 你是想终于End Meeting的话 你要按那个三角战序 然后选End Meeting 那就真的可以把所有人 全部都踢走 然后就关闭了这个Meeting 这个新的功能 都是要你转换了 那个新的Team Experience 你才可以是有的 这边是Z stands 那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是Together Mode 那Together Mode Together Mode 先看到一个画面 好像有很多椅子 有很多过人祸 那现在我做了一个例子 那现在有两个同事 那现在有两个同事 那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有四个同事 然后呢 你按那个Assign User Option的时候 那你就会看到 一个Together Mode 其实还有一个Preview的选项 我可以拆了它 OK 那你要留意 如果你要開啟這個合作模式的話 在這個合作中一定要有五個人才可以 如果有四個人的話 其實你在合作模式的規律上 其實你也不能拿出來的,你也會灰色的 另外你會看到另外一個叫Gallery的模式 當我真的有多些人的時候 其實我就可以去到49個規律 但是因為我只有四個人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可以開啟一個大Gallery的規律 還有大家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Together模式或者Gallery模式 完全是由使用這個Teams的User自己決定的 即我不可以說我教了Together模式 我另外的同事沒有教的話 其實他也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純粹是等我去看同事的樣子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我喜歡看一個Gallery View 還是我想要一個有趣的Together模式 而Microsoft已經答應了 其實現在只有這張椅子的畫面 那我已經答應了 其實他接下來會推出了不同的樣子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的 是的 還有為什麼Microsoft會推出這個Together模式呢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他也做了一些研究的 因為好像現在這樣 疫情的關係很多人會做一些 離開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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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隊伍上 最多的人 其實除了我們做市場會議之外 其實更加常用的 我們就會是分享一些資料給別人的 那我現在就會說一說 在隊伍內 其實有四樣東西可以分享的 第一個你可以分享你的桌上 第二個你可以分享你的Windows 第三個你可以分享PowerPoint的File 第四個你可以分享一個WhiteBot 那這四個其實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那如果我真的要做一個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要選取哪一個呢 那一會兒我就想有一個Live的Dembo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去拿多一點資料 那還有呢 你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特別有一個橙色的這個位 是的 那這個就叫做Include System Audio 那這個要做什麼呢 因為它原本是關掉的 那你什麼成分之要用呢 好像現在這樣 我這個PowerPoint 我是有音樂在這裡的 如果我不踢著這個Include System Audio的話 其實你是聽不到聲音的 或者我現在想去分享一段 YouTube的影片給你們 或者我有一個MP4 我要播放的話 那其實我一定要踢著這個Include System Audio 如果不是的話其實是沒有聲音的 那大家現在就可以有個例子 去看看其實究竟是什麼不同 那我就做了一些少少的模擬的Test 因為效果反光 真的不好意思 那我的Notebook呢 其實我教了是沒有聲音的 那現在我的Notebook和iPad 同樣都是關掉了Vita這個帳號的 那這裡我想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Teams的帳號呢 同一個帳號 同一個時間 是可以在Multiple Device 我們是關掉的 那例如我為什麼 我又要在DESHTOP上去鎖了我的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我又分享了DESHTOP 但是我沒有開啟SYSTEM的聲音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 我現在在分享的YOUTUBE 是聽不到聲音的 是的 OK 那我現在就再轉一轉了 我同樣都是分享了DESHTOP 這次呢 就包了SYSTEM的聲音 那效果會怎樣呢 是的 那你會看到 因為我剛才說了 我的Notebook 其實是沒有聲音的 那些聲音全部都是在iPad 都是有些聽眾的介面 那所以 Incure System Audio的話 那其實在你的presentation裡面 是有些聲音是很有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去分享Windows 那我現在就分享一個 POWERPOINT的一個Windows 那你會看到 咦,好像有點不同 為什麼Notebook的介面呢 和IP的介面呢 不同的 那不是我這樣present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一模一樣的嗎 那還有 當有些朋友 其實他是 平時較為多去用POWERPOINT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在Notebook那裡 是一個POWERPOINT的Presenter Mode來的 Presenter Mode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我可以看到時間 我可以看到一些貓子 我可以看到 其實我下一個slide 其實我可以說什麼 就給我 remind自己的 但是 如果我是博取了Presenter的話 那我是可以做到這個roll的 做這個view的 但是 當我做了一個team meeting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external monitor 那我呢 那我呢 就是要透過 要分享一個POWERPOINT的Windows 然後在那裡 再去 看一個presenter mode presenter view 那你就可以做到我現在的效果了 那還有 你去做一個presenter的Windows 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 我如果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我又開了teams 我又開了其他web page 那其實呢 那些東西呢 用戶是看不到的 那就不需要說 那麼尷尬 咦 我有點檢查 information 會不會 好像全世界都看到 看到的 就不需要了 那還有 最後一個 的 最後一個 的功能 就是share powerpoint 那share powerpoint 我們做些什麼呢 就是 我現在就 先進入了 view 因為 我share powerpoint 的話呢 我有一個 所以我就 用了 我自己的帳戶 和另外一個 Theresa帳戶 是給你看看 那view是怎樣的 當我share 一個powerpoint 那這個powerpoint 只可以是 在one drive 或者是 teams 我才可以share 是的 就算我 logo的file的話呢 我都要將它 upload到one drive 我才可以share出來的 是的 那我share了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介面 跟剛才有點不同的了 這個呢 就是Theresa的 那個mode Theresa 同樣 同樣進入了這個meeting 是的 那你會看到 那你會看到 Theresa的畫面裡面 其實她可以看到 我這個meeting 有幾多張slide的 還有她可以自己 去看 她喜歡我 我要看 後面的什麼slide 之類的 還有甚至乎 她是可以 get control 這個meeting 例如我現在 Vita正在表現 正在表現的slide 3 我現在想去 show slide 5 現在這張slide 給人家 那我就可以 然後我可以 然後我可以 提示 告訴別人 我現在想看 這一版 是的 那我們就回去 Vita那個mode 那裡 那你就會看到 有人告訴你 有人 現在 操控了 你這個畫面 OK 那你如果想 拿回權的 你可以 get back 你的畫面 或者你按 這個 stop percent 旁邊的眼睛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那就會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不讓別人 去 take control on 你的PowerPoint 你純粹看的 是的 看完了 整個presentation 完了 那其實呢 我就可以 close 這個meeting 那我剛才說了 我這個是舊版本 所以他只是 hand up 他只是hand up 都是好像living 那他離開了 這個meeting 都不會完結的 如果你有新 experience 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選擇 除了living之外的話 還可以將整個meeting end 好 那剛才說了 有幾個不同的功能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whiteboard 那其實 那麼 那麼那麼多個 我們應該怎麼選擇呢 那他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呢 那 那這裡就給你們一個summary 那 第一樣東西 desktop呢 就是當你要去present的時候 是需要不斷去switch很多 不同的windows OK 那你就可以用sharepoint 你就可以用desktop 但是desktop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 好像剛才那樣 我要開著 powerpoint 但是背後 可能我要檢查一些 excel information 或者去web site 去檢查東西 那那個情況就是 全世界都會看到你的 那如果有些敏感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就會尷尬一點 那而你sharewindows 你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就是 如果你要sharewindows的話 那你要先開定所有windows 例如我要share個web site 我要先開了一個web site 我要share一個windows 我要先開了一個windows 我要先開了一個windows 我要share powerpoint 我要先開好一些 我要先開好一些 然後才按share 那它就會在windows下面 就會出現了 我有什麼windows 然後我就可以選擇 我想share哪一個 在windows上面的好處就是 在windows上面的好處就是 假如你share了這個file給別人的話 那背後再去找其他資料的話 都不會影響到使用者 使用者看不到 OK 還有當我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我可以有一個presenter view 那只是windows才可以給的 OK 而share powerpoint 在什麼成分之後 會適合的呢 就是因為我剛才看到 當我share powerpoint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都會看到 其實我這個presentation裡面 有幾張sled 可以自由地去switch 看不同的sled 也可以take control on 這個powerpoint的 OK 所以我自己本身 就是少會用share powerpoint 這個東西的 OK 而whiteboard就是 一個whiteboard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寫 大家一起去書寫一些的message 現在最新的版本 你可以去post一些的posts 而mobile也有mobileapps 也都可以讓大家一起去share 做一些binstorming 但是呢 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 whiteboard是不可以share with external user的 只是internal user的 OK 所以其實就看回每一個人 他不同的環境 你可以選擇 究竟你想要去用什麼方法 去做sharing 而我自己本身的話 因為如果我現在這樣 我做一些presentation的話 我就一定會選用share windows 的 因為 security 會較為保障一點 如果我在後面 還要再找東西的話 也不會這麼尷尬 讓人們看到我正在找什麼東西 還有 最重要就是 因為他有一個presenter mode 可以讓我做presentation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那 還有呢 其實大家用開windows 都知道的了 其實呢 hotkey一定是一個不能少的東西 那這裡呢 就是一些我覺得幾常用的hotkey 你們可以去用一用的嘛 還有也有一個web page 上面也有多一些 windows teams的hotkey 你們可以記下距離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例如好像剛才這樣說 我開了一個powerpoint 我要直接進一個presenter mode 我直接按Authernic F5 就已經可以了 那另外剛才說的 meeting我們講完了 那當然就要講一下 我們的check and collaboration 那很多時候 我們說了 我們會利用teams 我們replace WhatsApp 那其實 剛才這樣說 我們有很多個 不同的teams 我們create了出來 等我一會吧 好 ok 不好意思 是的 那很多時候 我們會去post一些message 那之前的training 都已經講了 我們怎樣去post那些message 那現在這樣 那我就會去打個message 等一下 ok 那現在有message 我想打出來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 East Tech Team Training裡面的general裡面 那我就想有個message 我會把message 打出來就說 就來teams有新功能 但是我發現 好像沒有吸引人 還有我想把message 放多在幾個不同的channel那裡 那我怎樣做呢 那你呢 就可以把message 然後呢 就去選擇 post in multiple channel 然後呢 再選擇一個select channel 我現在想把message 但是我覺得這個message 這麼少的文字 不是這麼吸引人 那我就把它變成一個 alancement 那因為呢 我就可以去 給Header去 選擇蓝色 甚至乎我可以放一張照片 對 先選一張照片 漂亮的照片 希望吸引人注意力 選一張照片 然後拉回我想要那個位 嗯 嗯 這個位 然後呢 OK了 那呢 如果我做alancement的話 就一定要有一個 的title 那我就 將剛才那個title 還有內容 一定都要打些字的 那我就打一些字 在那個內容那裡 然後我按回Tick好 搞定 OK 那我就去檢查一下 那我在那個 Team 另外一個channel裡面 的channel裡面 有看到這個post 咦 搞定了 那我就按一次 那我就可以把我 不同的message 就放在不同的channel那裡 當然那些channel 是我要有right 去access的 那我本身現在是Vita 我自己本身是owner 那我就可以配上這個 去加東西 那我現在呢 就轉了去一個member Theresa模式那裡 那裡 因為我剛才 我就 設定了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打一些message 那我Vita都可以 根據我這個post 然後去發一些message 然後呢我就覺得 咦 我就想改一改 就是 我這個channel 我 不想 被人 去 打 OK 我只是想做一個 v-only的channel 就是人家只可以看 不可以說話的 那我怎樣做呢 那我可以去 去那個general channel那裡 就把它教了 就像現在這樣 我就是apply to all 因為standard 那Theresa都可以 在那個channel裡面 就去 打字 那當我發覺 不想他們去打字 那我就去那個channel 去manage 然後我就選 only owner can post message 是 做完了之後的話 那我就去回Theresa模式那裡 那你就會看到 好 下面那裡 咦 其實 沒有了打字 那個 那個位的了 那這個channel 就變成一個 純粹 只看 不可以發表 任何言論的 一個channel 來的了 那當然 那個owner可以 之後自己去 自由改回去 變回 open to all 這樣是沒問題的 是的 那我開頭都覺得 咦 read-only channel 好像真的沒什麼用 那為什麼人要的 那樣 但原來真的有用的 因為有些公司 我之前有一個客人 是做飲食業的 那之前的疫情 有特別安排 可能他們 就會希望可以通知 一些員工 可能我今天放四點 那樣 他們公司有三千人 他不想呢 HL發佈了 訊息出來之後 不要說三千人 有五百個人 在那補答好 哇 那樣 就會響了 那他都很煩 所以其實那時候 他都覺得 其實 read-only channel 是有什麼需要的 那這個功能 就可以讓owner 自己自由決定 你需要 還是不需要 其他都是 flexible 那每一個channel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設定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一些 information 不單是要一些 check information 一些file information 或者web site information 很多情況之後 我們的email 其實我們都想 是把它放在那個channel裡面 是外造 一個information 整合的 那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一些email 放進來呢 有的 那其實呢 每一個channel 在隔壁 三點那裏 你按一下它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 然後呢 就算是pefile channel 你也可以按的 那就三點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有一個選項 就叫做 get email address 然後copy了它 那你就回去 你的outlook那裏 Gmail什麼都好 是的 每一個channel都會有的 然後我就回去 那個outlook那裏 那我把這個email forward出來 然後把email貼上去 然後好像平時的email 就這樣傳 是的 那等一下 因為我是傳了去 Teams material 這個channel那裏 那裏 很快就可以看到 這個email就已經出現了 在這個post那裏 那裏 那我可以去 因爲這些file很大 那我就不可以preview 那我要拿回一個original的file 那裏 那還有 所有的file 就算是email也好 放在post那裏 自動呢 都會有個copy 就放在file那裏 那裏 那現在的email 你就可以去reply 是的 那有時候不需要說 有些的email 一定要 你好啊 不好啊 有什麼comment 其實 令我們的email 都幾多 這些無謂的message 那這些消息的話 就可以透過 email to conversation 放在post那裏 那裏 就去處理了 那還有我剛才說了 那裏 所有的file 都會有copy 在那裏 你會看到 Auto 就發生了 一個叫email message 那裏 那剛才所說的 的email 都已經在裏面 那裏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的 就可以下載它 就下載這個email的file 然後再去做一個save 之類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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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些file 加到這裏 甚至我可以把這些applications 加上去的 那我們呢 其實本身 我們公司就有一些 powerapps 做了 那是一個請假的application 那我就想方便點 我把它加下來 我這個channel那裏 那我就可以方便 如果我真的要去請假的話 那我直接按這個tap 我就可以請假的了 那我加下來 那然後呢 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還有幾天的假 看回客價的資料 如果就算我想請假的話 我可以直接按 去做申請 都可以的 那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呢 我現在只不過是 把那個applications 那個入口 和我這個channel 掛勾了 那 那我 有write 去這個application 那因為我要lock in 因為我現在這個帳 是VTAC的帳 那我就看到我的information 我同時 Theresa去lock in的時候 就看到她的information 他會看到我的information OK 那當然 如果你覺得 我不想放這個apps 在那裡 其實可以取消 它 或者你再放其他apps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一個teams的channel 好像inbox 它可以幫你去儲存 不單只file information 不同類型的資料 check email BI data powerapps applications youtube website 其實你全部都可以 在一個地方裡 就可以拿了不同類型的資料 是的 還有 剛才說了 我去做了check 之外 在團隊裡 我可以做collaborations 如果說collaborations 的話 也會有個file 我想找回之前的file 那些versions 怎麼做呢 其實你就可以去 sharepoint 那裡 然後去 選擇那個 version 然後 開個 sl 如果這個file 是你想要的 直接按回restore 這個動作 但是呢 這個步驟 我就不太喜歡 我通常會較為喜歡 直接在一個file裡面開的 那我現在在teams 上面 那我這個file就開了 那我就去把它 去 我把它去 去 去選一個file 然後下面呢 就有個 view history 那然後呢 那我看到 我有三個copy 我想要按回restore 那就可以了 那平時呢 所有在one drive sharepoint裡面的file 都可以這樣做的 那還有 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不想在collaborations 我想只是我改 改完之後 才會給人看的 那你就要利用這個checkout的功能 那你選了這個file checkout了去 那你會看到一個特別的icon 出來的 那我現在按進去 那我現在就在這個powerpoint裡面 就加上一板 空白的 然後呢 我現在就會走去 Theresa的mode 去看一看 那同樣 你會看到這個file 寫一個特別的icon 就在說 其實RETA現在正在用 那如果Theresa 按這個file 那她會看到什麼呢 那她呢 就會看到 剛才我加入她的版本 那你會看到其實現在有人在做什麼 就是看同樣 那他寫一個人的 故事 現在這這些 那就回去 RETA說 好 suggested 那我現在就說 他先邊一個 密集團 的話 這個 mondial 也是 確認的 是不會 release 最新版本 想理透一下 所以 要確認 OK 如果 在信號 也可以 打一個 Raz wanna 或者什麼指 然后按Check-in 你会看到刚才的图片就不见了 我现在就回到Theresa 看一看其实它是否真的可以拿到最新版本 同样,你看到那个图片还是Check-in 我先重新一下 然后再去Open File 你看到我空白的章片已经出来了 有时我的图片删除了好时间 我删除了图片 其实我可不可以拿回它呢? 可以的 这次我删除了 我一定要回到SharePoint的图片 然后去到垃圾桶 我看到我删除了图片 这个是我想要的 回复它 然后就自动 把它删除了 按Refresh 看到了 刚才说了 在O365里面 大部分的资料 就会放在两大三物里面 一个就是OneDrive 一个就是SharePoint 其实这两个体系 因为它们所有的图片 同样都有一个Version History的 保护的保护的保护 如果任何用户自己 删除了图片 90天之内的话 你都可以回到OneDrive 或者SharePoint的达书桶里面 自己保护的图片 如果你想要拿回这个图片 之前的History的话 其实每一个图片 你都有500个Copy 你都可以拿回的 所以 如果你们把一些图片 放在OneDrive也好 SharePoint也好 其实对你的Data的保障 都挺大的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 大家都有用开Teams的时候 都发觉 我每一次都要去Teams Channel 去File 又找这个File 其实都挺麻烦的 或者可能我现在有个File 我可以保留在Teams里面 我怎样做呢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大家就做一做这个Sync的动作 在这个File里面 有个Sync的按钮 你按下去 它就准备了OneDrive的应用户 就帮你去做一个Synchronization 当然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麻烦你去SharePoint的网站 再按多次 然后它都一定可以准备到 你的OneDrive 然后就帮你做这个On Demand 的一个Sync 是的 那如果第一次 你Lock in 你的OneDrive的Lock in 和Password 是的 那 然后呢 我升完了 那我做什么呢 我们就回到Windows Explorer 那里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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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如果 在Teams里面有问题 Sync的功能不能够 它不能够 现在这个 Getting ready to sync 这个公仔 的话 麻烦你去SharePoint的网站 那你见到 按完之后 就会出现了 我刚才在Teams里面那些 的Folder 全部都升回到 我Local Windows Explorer 那我可以这样 Double key 就已经可以见到 那个Ford 那这里呢 有些人就会在我问 咦 其实为什么我要做 这一件事呢 那 因为 我们很多公司Information 放在SharePoint 放在Teams 其实这两个 都是Online 的Application 那些Folder 其实你也是要 在Web的版面 或Application的版面 去拿 那 还有一定是Internet 要接到才行的 但是 始终我们都是用了 很长时间 一个Windows Explorer 那Windows Explorer 我们都挺深提估的 还有 Windows Explorer里面 找东西快很多 寻找东西 都快很多 那 如果我可以给你同样 这样的Experience 而 你又可以有Folder 保护的话 何乐而不为呢 那你做这一件事的话 就一定要做 我现在这一个 升的动作 才可以得到这些利益 还有 你就会看到 咦 这个Windows Explorer 的画面 跟我平时 就这样的 卖Document的画面 好小小小小的不同 有些Folder 旁边 或者Folder旁边 有些奇怪的Icon 其实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会讲一讲 是的 那 当你在 Teams 或者在 SharePoint 那里 你按了 Synchronize 这个Icon 之后 那 你就会在Windows Explorer 你会看到 有两个 Drive 的名字 一个 就叫 OneDrive 你公司的名字 一个就是你公司的名字 一个就是你公司的名字 有一个公司的Icon 这两个是什么呢 那就是 当你安装了一个 OneDrive for Business Application 你就会有一个 OneDrive 你公司的名字 那上面就是 你自己本身的 OneDrive的Icon 你可以把你的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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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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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其实它是什么来的呢? 因为本身O365整个Synchronize的功能 都是用了一个On-Demand Access 一个Sync On-Demand的功能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 OneDrive每一个用户有一个Telebyte的保存 但我们现在大部分SSD是确实的 128G、256G 我哪有可能可以去保存到我这么大量的OneDrive的Data 以前的确认很大 但现在的确认很小 但快很多 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其实所有Synchronization 都是以一个On-Demand Access的形式 Deford所有的File和Folder 你见到旁边都会有一个云仔的Icon 其实这个File 其实在你本身是不占确认的 但是如果你的手机是没有了Internet的话 其实这些File是开不了、看不了、改不了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去 在offline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去改到看到这些File 就是当你double-cut这个File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它就会变成 白底、绿的情况 绿底、白底 其实同样都是Local有一个Copy的 但是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当你每一个File就这样去 on-demand-cut它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白底、绿的 但是如果我发觉 我这个Folder 我整个Folder 我都想把它折成一个Local Copy 我可以折成一个整个Folder 或者某一些我想要的File 然后把它 Always Awareable Offline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 绿底、白贴的一个Icon 其实两者都会佔用你的Hardisk的Space 只不过一个是逐个File 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一次过大量 把它变成Offline的File 当然了 我变成Offline 我亦都可以把它变成Online 如果发觉这些File 我都不想用了 不想浪费位了 那我就直接把它放开 Space 就变成够云 那我就可以不用去 不用去安装我的Hardisk的位置 是的 那还有呢 co-offering 都会是一个 在这个Team上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功能 一起去做事 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 那一边就是Vita 另一边就是Theresa 那其实当我 很简单地 就这样把File 上去的Team上 其实呢 另外那些人呢 都可以看到那些File 那还有这里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样东西 我们平时的习惯呢 就会开了File 然后呢 改完东西 又再再Save 是吧 那但是 如果你的File 是放在OneDrive 放在SharePoint 的话呢 这个习惯呢 你要改一改了 因为刚才说了 所有File 放在OneDrive SharePoint 其实都可以做到co-offering 那co-offering 其实背后呢 就有一个autosave 这样的功能 那autosave 就是说 当你开了File 你就这样删掉 也好 或者你打个点 也好 其实它都已经是 save了一个新的Copy 那所以 如果我 有一个File 做一个Sample 然后呢 我改一些东西 然后再做另外一个 save做另外一个File 我就一定要 当我开了File 我就要先Save 然后再改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时候呢 你都不断要去做 Version History 去restore之前的File OK 是的 那其实 我这里可以 先飞一下 是的 那其实呢 最主要想说 一件事就是说 在co-offering那里 其实就是 最新的Office subscription 的Applications 以及Office Online Application 其实都可以做到co-offering的 大家一起可以去做 那样 还有特别呢 在Excel那里 很多时候可能是 我们是一起 我们不是一起做的File 可能我们在同一个Special 我们会看东西 但是呢 你要看的东西 和我要看的东西 大家sorting是不同的 那其实现在呢 它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当你的Office 是装上最新的Version的时候 它有Custom View 就是可能是 Rita 她现在要去sort 7月的Information 然后Theresa 去看8月的Information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OK 就是大家各看各自的Information 那在合作上来说的话呢 就会更加方便 是的 那还有 在最新的Version Office 都有一个很大的起床 就是 Excel方面 其实它出了 叫做Slookup的功能 那大家之前可能 有一个V-Lockup的功能 Excel方面 是完全可以取代V-Lockup 而且更加省时 更加方便 是的 是的 所以 co-offerance 就要约摸就是这个 这样的情况 那 详诚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 Chainling 都有提到的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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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有点过分,不好意思 这里有个订阅方案,大家可以填上它 填上它的话,头十位我们就会送一个咖啡咖啡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项抽奖 如果各位有看到镜子的话,我今天有戴着头套 这个头套在团队议会挺帮助的 因为除了声音会好一点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团队议会最尴尬的位置是两个 第一个,你的镜子开了,但你忘记了Burham的背景 第二个,原来你的咖啡忘记了Mill 其他人都听到你,你在说什么 像现在这样,我带着它,如果我把这个咖啡直接去 其实这个自动就已经Mill了我的咖啡 我拉回来的话,就Mill了 这就会很方便,而且它开会的时候,它开了一盏灯 就被人知道,其实我现在开会就不是只听歌 那就会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有一套 这个是Java这一套,一模一样的Head Set可以被抽奖的 是的,那就可能麻烦各位可以填了一个Feedback Form 那我们一会儿呢,就刚才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我们78个人,之前已经填了的嘛 那我们一会儿呢,就会由79号号号开始 就看看我们最后有多少个人 填完了,然后呢,我们就会抄一个号号 就把这份领域送给大家的朋友 你的訓練很豐富和很清楚,麻煩你 我想請問,我留意到 你現在都要將我們訓練錄音的,是嗎? 嗯,沒錯 我想請問,其實我也有些同事在問 錄音這件事,它可不可以下載到我們Local Drive 讓我們用? 例如這個訓練,我很想將你下載,是怎樣做的? 其實在我之前,因為我們今天第三個訓練 講Teams,其實我之前有一個專門講Online Meeting 有一個專門講Chat and Collaboration 在我們第一個訓練的時候,已經講了 當我錄了這個Meeting的時候 完了之後,它就會去了Microsoft Stream 那,它有一點特別的 第一件事,在你的Meeting裡面 所有你中的組織的人 其實都可以按Start Recording 也有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按Stop Recording 完了之後,如果是中的組織的話 你就會看到,在Meeting to check 就會有這個錄音的資訊 還有,哪一個按Recording開始就收到E-mail 就說,你的Recording已經是準備好了 那你就可以去Srim的網站 就下載MP4 然後就可以去Share給別人 因為我們也有說過 因為今天這個Meeting 其實我們是內部、外部的派對都有的 而現在Srim 其實只是允許內部的分享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 可以分享給你們的 所以我們就錄了它 然後就下載MP4 我們就會上載到一個 Pyvick的YouTube 分享給你們 或者有些可能客人需要的 我們就直接把MP4給他 然後他就可以有個Copy OK,MP4是不是就在Microsoft Stream 裡面下載下來的? 沒錯 OK 我留意一下一件事 只是開始按錄音那個人 才可以有權下載的 其他人是沒有權下載的 因爲我昨天就跟同事錄了之後 我就上了Microsoft Stream 但是看到有些下載功能 因爲我是觀察 我不是作者 應該是哪一個人開始按那個錄音 他就會收到Email 他就是主持人 沒錯 清楚 OK 譬如說我按著了 跟著我in the middle of the meeting 走了之後 那個錄音都繼續的 是啊 然後其他人是可以幫你按的 不是說 哪個人去按開始 要哪個人去按關鍵 不是的 A軍按開 B軍關鍵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就是 A軍才可以是 下載到那個MP4 按著那個人就是個Owner 沒錯 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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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看先 是 你看看其他同學的問題 看看什麼問題 有朋友就在問 有沒有一些示範是關於PBS 有用開 O365或者M365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Belosoft and Worldwide有一個計劃叫做E5 其實在外國本身Microsoft都是電話號碼 它們可以發行電話號碼 但是在香港Microsoft不是電話號碼 所以如果你要做PBS的解決方法 可能是賣E5或者CorePen的那些 你很多時候要加上一些Voice Gateway 要有Hardware、Software的設置才可以做到 而那部分的話 那就是 未有電話號碼 可以有充電 不好意思 另外 Shirley 的問題 OK 那其實 剛才Shirley就有問 我呢 就是organizer 我就幫忙發電郵出來 就是給一個team meeting 但是我裝不到這個 meeting 那其實這個 meeting 會不會留會的呢 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 organizer 只不過是一個人 他負責發電郵出來 那他是一個唯一的人 他可以是做一些 的 meeting 的 manage option 那這什麼是manage option呢 那你這裡 你按個participant 那然後就 啊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是organizer 所以我就看不到 那這裡呢 如果是organizer的話 他有一個叫manage option的選項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那個網站 去做一些的選項 例如有什麼選項呢 Default 所有的 meeting 所有 external party 都要先在virtual lobby 然後等 internal 的人要 要他進來 他才可以加入這個會的 那可能我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做一個 training 我們太多 external party 我就沒辦法逐個去按 那所以呢 我就找organizer Rebecca 就會幫忙 就設定了一個 option 在任何人 都不需要在virtual lobby 那裡去等的 都是bypass的 或者是我要去設定 那個 presentation 只是可能我才可以 去share screen 任何人都不可以的 那這些呢 就只是organizer 才可以做到的 那其他人是做不到的 而至於organizer 不加入這個會 是完全不會影響到 這個會議的一個進行的 那總之 有人進來 那當然啦 如果你的 meeting 是有 internal party 是 external party 那你們公司一定有 一些 internal 的人進來 然後要邀請外面的人進來 他們才可以開到會 那如果你是這個會 全部都是給所有的 external的人的話呢 那你就一定要在這個 meeting option那裡 就要選 Everyone can bypass virtual lobby 然後總之有人進來的話呢 那會議就可以開始了 那還有 都有些留意啦 剛才說了 如果這個會議全部都是 external party的話呢 他們是沒有辦法 把這個 meeting 錄影的 因為guess user 是錄不到的 他沒有這個按鈕的 即是他不會有一個叫做 因為我們是 within organization 3 那所以呢 如果我的同事 開了 他開始錄影 那我就可以是停錄影的 那如果是guess user的話呢 是沒有這個選項的 OK 還有沒有其他些什麼問題 Rita 是 Rava Van Dixon 又是 是 可不可以在這裏問一些planner的事情 是請說 planner那裡呢 我見到 他有分 我開我自己的看 看看才會清楚一點 就在planner裡面呢 他可以有幾種形式去看的東西呢 就是看 board charts 或者schedule 是不是 是 那我見到最近呢 我在schedule看東西的時候呢 他連我的complete job 都列出來的 那本來是一件好事來的 是 as a full picture 但問題呢 就是 我發覺好像呢 因為我有很多complete job 那就變了 互換的時候呢 就下載時間很久了 有沒有辦法可以 那些complete job 嗯 這個可能 要再看看 如果你方便的話呢 Dixon 你可不可以 留一留個 email 是的 或者電話在 check box那裡 我之後會幫你去看看 因為近期呢 其實Microsoft出了 很多很多 不同的 task management的軟件 他出了list 他出了to do 他出了task 太多了 和他帶了新版本了 是的 就算現在的teams 是新的experience 有時候都有些些buck的 所以就在那裡你可以 留一些informations 那我之後回到你 是的 所以他又不是buck Dixon 你可以 send e-mail給我 我幫你 pass 給Witcher 好 你是 Mandy 好啊 好啊 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 好 另外呢 就有朋友在那裡問了 form可不可以直接 融在teams上面的meeting OK 是的 那這個問題 可能陳先生要給多一點 或者你可以開麥克風的話 你可以給多一點 information 你想說這個form 直接用在meeting 其實意思會是怎樣呢 因為我可以是 怎麼說呢 即是可以不可以 譬如你現在在開的teams meeting 譬如可以在這個teams裡面 譬如可以填這張survey 或者是註冊 哦 OK 暫時不行 是的 是否前進去會行 可能會有 因為其實你看到 如果是form的 其實是web link 例如在 我開一開 例如在teams裡面 其實你可以加 tab 可以加些form進去的 可能我們有份forms 所有銷售員 要出去見一下 要填一份forms 是基於Microsoft Forms的 可能我們就會把它 可能加到這裡 他就可以來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暫時 meeting就沒有 我知道其實 他現在有些功能 例如可能 做一些簡單的投票 他接下來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 不排除這些可能性 因為他們真的 每個月都有新的功能 是 OK 麻煩你 是 怎麼可以知道 Microsoft Team有更新功能 OK 那其實呢 我可以推薦有兩個網站給你們 其實都是一個 蠻好的訓練的 資料來的 在YouTube裡面 有一個頻道 叫做Microsoft 365 那你在YouTube裡面 那你直接打 等我一會兒 因為我剛才有分享了 分享了Windows 那我先停下來 那其實你可以在YouTube裡面 那你就打 Microsoft 365 那就有一個頻道叫做Microsoft 365 那他每個月呢 如果teams有什麼新的更新的話呢 其實他都會有一個 的影片去講 還有一些新的功能 那你們大家可以是 bookmark了這個頻道啦 那另外如果你真的想去拿多一些 關於訓練的資料的話呢 那其實他都 我都有一個 等等 有一個 我也有一個頻道 是 Microsoft 365產品的訓練都真的不錯的 都可以介紹給你們 OK 這一個 這個是YouTube頻道 那個頻道的那個名字 你可以去搜尋這個名字 那其實呢 他這個 Engineer 其實他以前是Microsoft做的 那他做了很多一些 Microsoft的 短片的介紹 那其實我有些 訓練的一些 informations idea 都在他那裡抄回來的 OK 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呢 都可以去 他的網站 去他的YouTube頻道 去看一看 OK 那我想問 其實是不是任何人都已經填了個 Feedback form 有沒有人還沒填 需要一點時間 如果需要一點時間的話 可以 可以 告訴我們 是的 如果沒有 如果所有人都填了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可以抽獎了 那我們怎樣抽獎呢 那我們看回網站 是的 那麼現在呢 就 現在有113個人 填完了 那麼剛才說了 投影最後是78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就想由79 至到114 那麼 咦 Mandy 你可不可以給個號碼出來嗎 79至184 你選哪個號碼的朋友可以得獎 88 88 OK 好 那我們就看看第88個 朋友是哪一位了 OK 謝謝 現在可以拿到一套 現在跟我這個一模一樣的 Headset OK 88位是哪位? 第88位是哪位? 幸运朋友 第88位是未千拉面的Voy 恭喜你 Mandy會安排送禮物給你 今天的訓練就完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去發信息給我們的同事 他會發信息給我的 我們這個訓練都錄了 之後都會發信息給各位 我們兩個星期之後 都會繼續有訓練 之後我們會講一下OneDrive 另外之後 還會講一下Office 有沒有小提示 怎樣可以用快一點 或者是可不可以升級 多謝各位的支持 今天麻煩各位 OK 多謝Rita 多謝各位 拜拜 謝謝Mandy 拜拜 拜拜